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老人 老人就祝福了 老人 老人很難幫你幫忙 靠自己了 所以老人 一定要健康 一定要健康 要上上運動 不知道不是身體健康 我們頭部也是要健康 今天要說另外一項 跟老人很有關係 所以老人一定要有錢 你說對啦 老三你說這樣就對了 以前人的觀念 不知道 錢都老的孩子 家裡定義的孩子名字 財產都定義的孩子 我們跟自己搖 它沒有所有 是很大的一個比喻 當然另外搖一種比喻 我們財產老太多 結果政府都把你繳繳 繳繳去 沒有大金 孩子又增財了 這些孩子為了財產 大家收拾到手掌頭去 所以這也是很不好 所以我現在說老人有錢 不是叫你錢都借著地下修 或是押著帶起來 我不是理事 我的意思是 你要有錢 財產有夠用 財產有夠用 其實簡單這樣說 我們差不多來算了 一個老人 如果說 這個做廚 我們不要算 算說這間廚 可能你買了 我們不管說 你跟你的孩子做一個大 我們不管了 因為你沒辦法大 這當然是 做廚 如果老人來做 我來說 實際上不用做太大金 當然我們不可能說老人就自己大 因為自己一個大 你發現什麼事情 你擺著的人都不知道 現在如果住老人家來說 這樣一過一 如果住在老人家 有人要跟你照顧 這樣再掛吃飯 當然這個價錢差很多 你如果住這個比較好的 跟這個普通的 當然是有差 但是一般來說 現在的經濟 還可以加上未來 還可以通貨膨脹 物價還這樣起的時候 我是一人說 一個老人 自己一個月 你又怎樣 可能 我想你應該差不多有三萬塊 你說 三萬 我現在就沒有三萬 我老人要有三萬 所以問題就是這裡 所以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不能現在的錢 稍微算一下 你如果不能暗算 就不能管理你的錢 你真的等到你老人家 真是慘 你現在一塊 還要留到 我老人家就好了 我想四十幾歲 我還差不多三十年 我七十幾歲要退休 再三十年 我現在的落地一千塊 三十年 一千塊 怎麼有八大 沒有八大 我現在一千塊可以買的東西 說不定三十年 只可以買一百塊的東西而已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就是通貨膨脹 錢越來越薄 所以我在說 你現在這樣算 你將來一塊沒有三萬塊 你很難生我啦 這就是真的 你就要三萬塊啦 當然我們現在的老人年金 我們說 看一看一塊幾千塊 可能還會過一塊 但是你要想的是將來 將來 十年後 二十年後 像老三七年去 三十年後 你還可以去想 因為你現在就要開始計位 你現在就要開始 看要用保險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你要為你的將來 你就要打算 所以很多老人就知道 他們說 我計舊我買一間房子 因為我計舊我不用住外面 我不用住路邊 我計舊我不會去地外面溜農 我們有經舊 當然 你如果現在有一間房子 我供給你 因為有一間房子 計舊代表說 你將來的生活費 可以降價很多 因為將來這個房子 是越來越貴了 越來越買不起了 這個時代就是這樣 當然這是有改革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搬去鄉下的地方 搬去鄉下的地方 房子的房子差多少 你剛在做 當時一個月兩萬 你若剛在鄉下一個月兩千 你知道嗎 那差很多 台湾當然 我不知道將來的情形 但是我之前有看到 我去福利賓 你不知道福利賓的房子差多少 你知道嗎 差的可以差十幾倍 你若說台灣可能差差兩三倍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不準 因為台灣這個地方 這個豪爺和散 那個基地現在一直在撩 所以我店長覺得福利賓比較有參考 價值 福利賓 你如果去鄉下的地方 買一間房子 因為我沒有多久之前 我都去過而已 人家帶我去看 都不錯 那房子新鮮的人去給他住 我們一個 我若是教育的人 他專門在那裡做建築 他說老婆說這房子我去的 我們這樣看不錯 兩斤房 有豬房 液食 便室 基本上都有兩斤房 我們人家吃了 兩斤房就很有 這樣 他這樣代表 全新的 不是中國的 新的 一棟 我沒有問幾倍 但是差不多六個月 大概四十萬 四十萬 但是他告訴我 那是在這裡四十萬 床房子 你如果在馬里 在那個土地的地方 四百萬你也買不到 差十倍 十倍 所以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你如果正經房子住不去的時候 你可以變通 你伴那房子住 一樣 你去房子 可能它的蓄水只有 土地的十分之 但是問題是什麽 問題是可以照顧自己的 你住房子 出的很方便 住房子 怎麼熟 不方便 所以你就是身體就要好 所以我說很簡單 你如果沒有人材 就要有人材 沒有健康就是要有錢 你如果沒有健康的人 只要用錢 請別人來給我們服務 你如果沒有錢 你就要有健康 你說我現在 老婆叔 你剛才在說 好重來什麼 我現在就沒什麼 至少你現在健康 你要顧得好睡 請你以前睡覺 要運動 吃東西比較注意 隔壁 湯油杯 吃一些老人杯 富貴杯 我們都會親小禮 因為你如果有好的身體 時 時高代不了 我們搬爭爭 爭爭爭一個好處 什麼呢 爭爭爭就好 爭爭的房子比較大 你爭爭就沒人家給你顧 你說爭爭 事高 不知道 這個肥料 還是什麽 有機肥 放油 你怕什麼 對不對 有機的 這個以前人安裝生活 我們常來就安裝生活 要緊是你要健康 所以沒有錢的人 你如果又沒有健康 真的不會救 我說得不太聽 不知道要怎樣 所以一定會記得 我們如果說 我都不能探錢 你不能探錢 製救你用你的身體 稍微運動一下 我們不能探錢的人 製救我們身體的我們 顧好睡 因爭爭爭 這個時代 沒有錢真的會很麻煩 好 我們現在趕快說 我們的主題 我們的主題 剛才是解決這個無錢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來講 就是說 我們一定現代人 要管理你的身材 老人要記 老人要記 老人如果無錢 你會很痛苦 因為無錢你無尊 別人說我帶你來玩 可能人買了 將來你兒子友好 爸爸我帶你來玩 還是說 說一個比較多的 你兒子在美國 說爸爸 你來找我 在我這裡吃不用錢 大不用錢 我問你婚人紀錶 婚人紀錶就最老孩子 為什麼 因為大人家有房間 像在美國 或其他國家 人家在家都很大間 沒差你一個去大 你去大他也會怎樣 所以他不怕你來大 他不怕你來大 他不怕你吃你老人 你在吃多少 你減吃一碗公 一碗公 你吃一隻好嗎 我九月八十幾歲 他跟他說 阿牧師傅 我自己去買一個便當 我一個便當 我一個便當吃三檔 我說你也很厲害 他說我都吃不少 我吃一隻 就像吃了 吃了一樣 一個便當我做三檔吃 所以老人吃 所以吃不是問題 問題在哪裡 你要去分量紀錶 你去分量紀錶 我們將來30年後 分量紀錶 我不敢說多少 如果現在來說 出國 你去更近的地方 就算在那裡頭 還好 或是說 你女兒說 在大陸這錢有可能 你只會對這裡 飛到大陸 不用幾千塊而已 你如果說你女兒在美國 不用一百二萬幾 你女兒說 你女兒說 沒關係 分量紀錶我自己買 吃這麼吃 大陸 大家感情很好 你女兒很需要你去 你如果說 卡電話 你女兒說 這個爸爸你是不想拚 是嗎 阿公不可以幫我 搖牆去你那裡 拚一下 分量紀錶你就給我出 最感情 真的最感情 這條是這樣 拚下去而已 這個金錶 好像是一塊肉 所以這塊三針 拚下去之後 人家會牆 你知道嗎 人家幾六萬塊 人家會想 我這幾萬塊給你 坐分量紀錶就沒去 這幾萬塊 我如果 我如果來買一個 現在說 一張分量紀錶 我買一個新的 不可就有出 我如果買一台新的 數位相機 已經買到頂級 買到很高 人家會這樣算 結果你坐分量紀錶 坐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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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會怎麼想 這個人如果沒有錢 要叫你兒子給我優候一下 很困難 反倒回來說 你如果稍微有 人家說 吃肉的本 事告訴你 沒關係 我如果去哪裡 我如果去 這個錢我出就好 身體你說那時候 人家說 帶這個老的 去吃一個Puffet 吃一檔子 比較好吃的 你說沒關係 這個錢我自己出 人家很想帶你去 你聽不懂 只要你不要叫人家花錢 人家說很實在 你呢 瞧瞧 老三的節目 老三的講話 都很討厭 我沒有跟你說 好聽話 事實就是這樣 你如果落地有錢 你如果有資條 刷卡 這個費用 你都可以自己出 人家很優好 我跟你說 你要叫他帶他去哪裡 他都很開心帶你去 因為你不會造成他的負擔 嘛 現在當然我們要換一個 教徒說 沒有錢 沒有錢 你兒子又比較優好 你也感受不到 沒有錢 你兒子又怎麼有心 要帶你去環流世界 你也沒有那個名字 沒有錢 因為沒有錢 就是他的壓力 他要叫你起來 就開始在玩了 爸爸來 這個費用 還在這裡多少 雖然吃少人 但是我們也是多少要給他吃 也要帶你出去出頭 出去出頭 哇 這問票 你知道嗎 現在去什麼地方 什麼公園 我們說到處裡 沒有什麼西洋外科 也是怕你太問票 對不對 你說什麼 遊樂園 我們老人也不會坐一桌 我們說一邊 帶孫一邊 看孫一邊海來坐 那什麼海盜船 那什麼高空彈跳 那什麼大路神 那什麼三百六十桌 在那裡放這樣 我們是說 我們看孫一邊坐 我們看一個開心的而已 我們吃到吃了 我們就不會坐一顆 你還要坐 你坐在心中邊 我六十五歲以上陰謀你坐 我們在旁邊坐 看孫一邊算 我們要給他坐 在那裡傻笑 這樣也是給你收問票 你當作變回一味 十幾次 這個世間不少要錢的事情 照常給你收問票 你知道嗎 這張問票 你如果跟你兒子說 不必啦 你為什麼有兒子要吃 這錢慢慢出 慢慢出 你說這樣而已 你中人跟你兒子說 今天要對出頭 你兒子都不會怕 你知道嗎 都不會怕 但是你如果沒有錢 你如果說 你要出來走 你兒子開始坐在那裡 為什麼 因為你說出來走 你兒子就開始 落地縮縮縮 不知道錢 因為再慢慢出 就是錢 你兒子說 我們出來走走 要加油嗎 現在油又太貴 要加油 如果老爸說 我們出來 出來走走 現在你要加油 車路要加油 你爸爸 信仰腳拿出來 沒關係 我 這有錢勝我 你就帶我出來出頭 很感謝 有錢勝我 就好了 說實在 天邊海角 他也帶你去 這很實際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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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錢 實在是最感情 但是 沒有說錢 實在是不可以用的 因為什麼東西 都都是錢 只要你還要換 一早早把酒 八金 就開始用錢 所以老人沒有錢 還有你兒子 又有好心 讓人家拿出 你知道嗎 所以老人 現在想我這麼做 我將來求我兒子 就好 不行 我們不用求他 但是既就 我們要用什麼錢 所以自己的錢 要有錢 就好 就這樣而已 所以老人要有錢 就這個意思 休息一下 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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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來老三的節目 來,今天我們跟大家談話說老人一定要有錢 生經也是給我們教,生經說給我們一個人 就是要想想的東西,四十字債給人 我們就有錢人本人 我們可以幫助,來救助,這些是送養的人,這些是散的 所以,我們人要在世間,要記得 你一定要自己管理你的身材 在你做金錢的價位的時候,你自己要有一個價位 我吃到的時候,我落在那裡就要有錢人 一定要有一個價位 有人說,我就說,我兒子貪就好了 不一樣的 我又賣了,我兒子一定會本來,賣了我兒子很好 我現在不是說你兒子不好 但是我們說實在 天佑不散風雲,人佑賺賺賺賺賺 你兒子雖然是聽到賺賺 但是,他是不是剛才要買賺賺無方便的時候 有嗎?有 那時候,你自己在那裡都沒有 很辛苦 我現在不是說你散 你只說,我現在說一個簡單的例子 有時候,老人家生活沒有貸賺賺 我們還不可以用這個提款卡 現在過三點半要領錢 我兒子關起來要怎麼領 我們現在現任我們錢要拿給予人 我們現在要花一條錢,要納一條錢 不然你沒有信用卡 還說你剛才身份無借現金 但是你不想花錢 那我不是沒有錢 我錢丟你們圖民家才才而已 那你也會辛苦 知道嗎 那這又是一個很方便 所以我們總是沒用到錢的時候 你不可以說錢的東西 只好其中的錢工會給我 你不可以這樣按算一下 無論如何 落地就是要有幾個口角 只要留一口堂卡電,有這個意思 所以老人,你不要說,我現在不是說你女兒中來,不是說老三說的,怎麼這麼難聽 你女兒,你女兒,大家都很友好,老三說得這麼難達,不是這個意思 有時候是陰屋,但是當你需要的時候,體無,你知道嗎? 那不是說我們沒有,體無,我們也覺得很無面子 不像看親人說你來沒有錢,我們不是沒有錢 我們人家還有百萬,還有千萬,問題你要用一千拿出來 麻煩,麻煩就麻煩在這裡 所以說,經濟的冷革,我就是說老人真的要有錢 因為可能你女兒,你孫兒,或是說你這些女兒孫兒,大家都很好,家庭 問題是正經你要營到錢的時候,這些錢,在那個時間,就沒辦法增 出現在你的手中,所以我意思是說,老人要有錢,我不是說老人就要百萬,金山、金山放在那裡,我們不用這樣 但是我意思是說,孫兒,孫兒,孫兒,你總是要,要需要用錢的時候,你要領得對 你要領得對 所以說,比如說,你女兒如果穿得好起來的時候,你也應該,你女兒如果說,爸爸要用錢才告訴我 我說,我教你,你也要說,爸爸竟然要用錢的時候,卡電話,你在開花,你不給我吃 我又欺負,對不對 所以你教他,你也要說一步,說 這樣啦,你就一條錢,我們老人花錢花錢,花錢花錢 五萬,或者十萬 那你如果說,我女兒要拿五萬,十萬,真的有份 沒關係,五千,一萬,都可以 都可以 意思就是,你也要有一個銀行報 基本上,你如果真的要用錢的時候,領一個五千,一萬,還要領有 只要你就要這樣 我們不能說,每天都在純粹說,怕拿錢給我們,你日子就很難過 老人,我們就尊重了 你自己竟然拍得最好的,你就是要,一定要有錢 要有錢 當然,錢太多了,不可以 現在詐騙集團很多 我們老人,我們吃到老,現在年輕人,保守很多 如果沒有,沒有錢,我們只要騙他,要嫁水 所以不用就擠,但是幾萬塊,我想總是要 幾萬塊,我現在說是,生花費以外 幾萬塊,總是有時候要結業,有時候要買一個東西 沒有錢,你會很無安全感 所以,我是建議說,我們老人,在這個金錢的方面 你的生活觀念,可能你要生活改變一下 我就跟你說,你不要將你所有的財產都給你的錢 大家,我們這樣算 你如果說,一月差不多五萬來講 你如果一年來講,你只要 你這樣老一顆五十萬,是不是差不多 五十萬,一年五十萬那時候,兩年 一百萬,一百萬來講 你如果說,要換一個四年,就要兩百萬 所以,人家算過了,退休金 你如果沒有一個一千萬,實在不能說 那叫做退休金 你像我們現在老婆說,你退休給你一百萬 那叫做退休金 實在說,叫做退休金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我用這個跟你說 比較實際,就是說 你真的要贏,現在我們要少年 也不一定是少年,但這時候 沒有這麼老的事,我就是提醒 但是,真的這個經濟,老人 我不敢說要一兩百萬 因為現在一兩百萬是很大的錢 但是,至少我們現在上班的朋友 像老三這款的朋友 我真的要提醒 你要提醒,你如果退休,辛苦 沒有一個五六百萬 我是感覺,你的危險性是很高的 當然,我不是要調理過,跟你閉嘴 他說,人家過去沒有 沒有,人家是無法度 人家是已經很努力 但是,那個時代人不好 但是,他現在全世界的經濟來說 現代人都有勞保,健保 都有很多這些保險 我就是覺得,應該你要為你二十年 三十年,我們拿策子來做準備 現在比較辛苦 現在,會吃得比較少 會吃得比較少 我們現在胃口好 常常我們就吃這個buffet 對不對 我都常常鼓勵,現代人 我們尽量,對他說,邀請朋友 大家咕咕一咕一咕 這樣玩,算說,大家一個湯匙 如果沒有,我是很反對吃這個buffet 我很反對 為什麼呢 吃不太多 現代人,為他當 實在說 真的,我們一當 如果他現在在錄節目 我不是說十年了,二十年了 現在我們在錄節目,我們來看 差不多一檔,一百塊 已經是很好用了 所以你如果有這個觀念 你現在就算有錢 你也不要吃這麼多 那都浪費了 我們一百塊可以改過來 我們不用吃兩百塊 對不對 刷刷鍋 還是鐵板燒 基本消費八十塊 基本消費八十塊 基本消費百日 就好了 喝一個湯 有感覺有百 肉 吃兩塊 不用吃過頭 你看,沒差一百塊 就是你這樣想 你這樣想 你怎麼拿 一百兩百 欠了 吃到老的時候 那一百兩百就叫你的名 是不是這樣 老人要有錢 抱歉,因為你個人的經濟 我實在沒辦法在節目中 說得太多 因為這差異很大 只會提醒 大家好好管理身材 就是這樣 來節目今天到這裡 記得後一集繼續收看老三節目 謝謝 謝謝 不說真的不會鬆快 現在外面市民中常常買這個東西 買一買而已 說黑心的 黑心沙拉油 黑心的這裏 我還有沒有 好幾乎 不是說黑心米糕 為什麼 今天來賓是在賣這樣 我們不能說到黑心米糕 來,今天貴賓是 謝謝大家 各位愛收看老三公共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貴賓李端丸 來來來 我們這是專門在做這個肉 做這些這些的東西 所以你說黑心的食品 上次黑心就是這些的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 你說用的東西就算了 這些東西是要吃到 哪裡下去的東西 跟人體直接接受 對,直接接受 這最重要的 要注意 但是我們市民上 怎麼會有這麼多黑心的東西 因為這些黑心的東西 其他就是一些技術 一些技術 那就是用那些多好 一些技術 要用這些麵糕 來保養好 像要染紅瓦椒染很多 基本上紅瓦椒染不吃的 你吃到你身體就不會炒了 當然你氣管也不好 你心也不好 你心也不好 去把那些味道過 所以黑心的食品 改一個就是我們 改一個人做生意 你看看這個東西 好像燙得不夠開 心肝燙 好像燙得不夠開 像燙得不夠開 用另外的商品來鑑 鑑的時候 鑑就不一樣 像我們現在 最近在出一個 X5醬 這時候要用鑑皮來做 對啊 有人用豬肉絲 也在鑑 有用鑑肉的鑑皮 有 用豬肉絲也可以鑑 因為鑑出那個味道 有聲有聲 一般人有消息 他就吃不出來 對,有人在牛肉絲 是用鑑肉 或是用袋鼠肉 那些都是黑心的商品 對吧 很多人說 這個生意是 不夠用心 人家說沒有企業的職業 沒有企業的職業 沒有企業的職業 職業的職業 如果職業不夠 你就是說 你賣得出去就好了 人家吃人家是人家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 我今天做什麼 我自己敢吃嗎 我沒有敢吃嗎 我自己敢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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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敢吃 當然就沒有問題 因為做好做壞 因為你自己做的 你練力就不敢吃 我們就不敢吃 你為什麼叫別人吃 對吧 所以我的東西在用 就是一般人造的味噌 我也不用 我們都不一樣 整個個造 所以一些進的 都要考慮得夠 都要考慮得夠 都要減測 過大陸地沒有放洪污 不是說 我今天東西放在三天五天 我就這東西放洪污 就開割了 不是,我們是要用技術 因為那些雙筋開割了 雙筋開割嘛 對啊 我攬一些東西攬著 我攬著就好 我攬著就好 我來安裝用 所以 為什麼有很多黑色的東西 因為 你如果沒有一個企業的 切割 你如果沒有怕 覺得我賣東西 要對社會才負責 你如果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水準就對了 對 那些 如果像 我們說 比較無聊 什麼大陸同胞 還是說 我又不認識他 對不對 他誰會管他的 對不對 就說媽媽裡面說包抓皮 對啊 意思是說 火力這麼小的人 一般我們這樣說 叫做白人怕死不了 對 就是說 那時候我賣賣給自己人了 對 我自己賣 對 我真的賣 我都是賣的 我都賣的 我都沒有關係 這我相信我都很恐怖 對啊 所以是沒有精靈的 對啊 所以現在蓋起來要有精靈感 對啊 你不是只有對自己負責而已 你要對所有的社會才負責 對 對 這些人真的是拿錢 來加一加錢買 對 所以你要用加一加錢的東西 去給人 但這是要追蹤 追蹤有夠 這才會想到那裡 對 所以我們買比較好的品牌 在市民中比較有的品牌 是 我們就買到 但是你說 比較好的品牌 我說實在 真的這個錢真的很恐怖 只要錢 如果有利可圖有錢 有錢 有錢真的良心 叫做夠價錢 對 因為一本很多次 都是知名品牌 對 因為我印象中間 很幾年 我看過這個新聞 我去跌跌的時間 日本不知道幾項東西 都是知名品牌 羅惟宏 舉發 對 全面下架 如果出事 那個老闆 那事不是他做的 但是他自己 監督了不夠 不夠 都出來露台 對 都沒有負責任 下台 辭職下台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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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對 對不對 因為你 不然你實在照理說 這實在不是他不對 因為他的器材造成這樣 這麼大 他的外面 那些外材的衛星工廠 或是說 鐵鐵鐵做的OEM 這樣 這麼有可能說 一天一天去檢查 有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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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做 是 但是他不想做 他平衡檢查得不好 結果出來之後 這個東西要漏出來 對 他也是要負責 是 他也是要負責 所以我看了這個 我就說 像日本這個國家 人家說很先進的國家 我覺得很費用就是這樣 就是說 連這個這麼大牌子 他也拼命不了一種事情 但是 出事情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就是說 我錯了 都不用像你說的 失敗的人找照顧 對不對 他都不會找照顧 他一直說 真的 那種魚鱗很大 對啊 你如果以前的 就這樣 那就是一種 負責任的態度 所以我想 一個先進的國家 還是說我們 在世間要做一個 負責任的人 就是我們真的 對自己 對社會要有一種 負責任的態度 今天為第一次有感謝 謝謝 理督 謝謝大家收看 超級提供 你 對 仔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